600公里时速磁伏列车试跑成功 时速与民航相比就差了个高铁 一直以来我国的高铁在世界各国眼里已经成为中国名片 代表着中国速度 而在近期我们国家在高速磁伏列车研发上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中车四方股份研发的高速磁伏列车 在上海同济大学磁伏试验线上成功试跑 而且时速达600公里每小时 大家要知道目前所知的高铁其实速为350公里每小时 而目前在运营的民航最高时速一般不会超过1000公里每小时 其中干线民航大概是在800至950公里每小时内 支线民航是在600至700公里每小时区间内 这些都是属于亚音速飞机 再说说目前在磁伏列车技术领域比较先进的国家 其中就有日本的超导磁旋伏列车技术 其山里磁旋伏试验线更是在2015年以时速603公里每小时打破了世界纪录 预计在2027年正式运营 目前的高铁技术已经展现出非常强大的实力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高速磁伏列车也会为世界展现新一代中国名片 中国速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